新春节节给人们带了无尽的喜悦 各种各样的传统习俗也尤为重要 不仅是穿的 用的 就连吃的也颇有讲究 为了吸引顾客 许多酒店商家会在食物 装饰等方面下功夫 就比如我现在所处的这家酒店 看看在春节期间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节日的到来总是启发各行各业发挥无尽创意 其中对于酒店来说 借助节日来宣传各方面的特质 绝对是一个最佳时期 伴随着虎年农历新年的临近 位于雅加达中部的军乐酒店 可谓是花足了心思与准备 从漫入酒店大门起 便可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氛围 而酒店大堂内的装饰 及一幅巨型的老虎画 更是光彩夺目 酒店销售总监安德烈介绍说 大堂内的装饰取水壶农历新年为主题 化作则由国内高级建筑设计师哈迪创作 不仅如此 酒店还特别推出了年夜饭套餐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捞鱼生 捞鱼生是华人的一道传统年菜 及特色的鹤年食品 具有风生水起及越牢越旺的含义 所以华人在过年时会聚合一家大小进行捞鱼生仪式 仪式开始前首先要淋上特制的酱汁 之后与围在圆桌的家人们共用筷子 将蛋圆盘中的各式材料高高夹起 边夹边说捞起捞起 把盘中的材料夹得愈高 寓意着新的一年将会好运连连 裁员广景如意吉祥 我们在家里的家庭 除了春节套餐之外 也可以选择酒店特别推出的中式下午茶 与家人 朋友们团聚 品尝着各式各样富有创意的糕点 搭配清香的中国茶 聆听着轻松悦耳的中式音乐 让人忘了时空 享受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年时光 美图新闻 张曼曼 阿迪巴马娜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